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本周市场在涨高之后出现回档整理 但是回顾整个5月份美股还是表现正面 股指创了新高 那么进入6月份投资人该如何关盘呢 今天节目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最新的市场表现 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先生 请他来分析点评美股市场的最新走势发展 郭先生你好 郭先生美股在5月份创新高之后 股指是出现了分歧的走势 道指回档但是纳指持续的走强 首先要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本周美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本周市场在等待周五重要的通胀数据 前三个交易日英国在收益率攀升 经济数据欠佳 公司盈利不尽能益 市场出现全面的下跌 恐慌指数攀升一度突破了50天的平均线 道指仍然表现坠落 在跌破了关键的50天平均线后继续下探 创下了2023年10月以来最大的三日连跌的跌幅 科技工业医疗板块都较为疲乱 是的另外AI的领航者NVIDIA 周三的股指是开底走高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强 那么自NVIDIA的重磅财报以来 公司的股价已经涨了大约20%了 您对于NVIDIA的后续看法如何 这家公司的股指分拆之后 投资人能够入场吗 主持人将英伟达誉为AI玩者 所言不虚 该公司从传统个人电脑图形芯片供应商 成功转型成为面向高端游戏 企业图形云计算 加速计算和汽车市场的芯片供应商 且一直有着强力的执行力 稳健的资产负债表 并信守股东回报的承诺 是不可多得的好公司好股票 也是大部分华尔街分析师 在人工智能主题下的首选股 根据英伟达的说法 数据中心的客户 在英伟达的计算和网络产品上 每投资1美元 4年内就能挣到5美元 回报率为50% 这种高回报自然吸引了 从企业到国家的数据中心 都积极地使用英伟达的产品进行改造 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 继续超过供给 预计这种情况至少会持续到 2025年财报的大部分时间 英伟达的股价也节节高升 为今年纳指的上涨立下汗马功劳 但也让部分投资人感到担忧 比如其毛利率和税息前利率都达到了一个高分 若要保持或者再上高分 可能需要公司增加其他产品线来补充 此外 Blackware的过渡将需要数据中心进行电力和冷却等方面的改动 可能会影响业绩 还有一点就是政策风险 美国为了保护自己在AI和半导体方面的领先地位 会严控英伟达等相关公司或者产品出口 但整体而言 英伟达是AI主题应布局的核心仓位之一 关于英伟达的分股 公司将于6月7日按1分10的比例分股 分股不会改变公司的基本面 但由于股价变小 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人 同样期权的权利金也会相对较低 便于期权投资者交易 同时也让英伟达被纳入蓝筹股指数 道指的可能性增加 因为道指是价格权重股 股价过高容易引起指数波动 是的 在股指创新高之后 现在很多个股的估值似乎是已经偏高了 那么现阶段投资人应该如何悬股一些高配息的个股呢 何时马投资人可以入场吗 诚如主持人所说 现在很多股票已估值偏高 其实不只是股票 市场本身也估值不低 标普500的前置市盈率已达22左右 但是这也不是说 就不该买股票了 就像几年前道指刚刚达到25000点时 有人喊出4万点而被嘲笑 但最终道指还是达到了这一目标 估值高风险增加就要求投资人在选股上下功夫 要选择有长期成长潜力的公司 同时要分上风险 高配息的股票通常被视为风险相对较低的投资选项 但是在投资这类股时 投资人也要多方考量 有所选择 大家都知道房地产信托类股通常支付很高的股息 房地产信托按其投资的底层资产可分为办公地产信托 商业地产信托 保健中心地产信托 酒店地产信托 数据中心地产信托等等 疫情后 在家办公成为趋势 很多办公楼都空了 这类不动产信托的股票将和日下 投资人所获的利息远远覆盖不住股价下跌的损失 这就与投资的初衷相背离了 另一方面 红利型的公司若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支付红利 就要有盈利的支持 如果盈利不佳 公司会削减分红 所以选择红利型股票 既要考虑红利收益率 又要考虑红利发放率 红利收益率是红利股的利息收益 就是每年红利收入与股价之比 而红利发放率是用于衡量公司红利支付水平 我们希望投资的是红利率越高越好的股票 但是红利发放率却要相对较低 因为这类公司红利还有成长的空间 如果红利发放率很高 一旦盈利缩水 势必影响其未来分红的趋势 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 投资高红利的股票 还要密切关注国债收益率的走势 因为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前段时间国债收益率下滑 公共设施等红利型股票步步上扬 而近几日国债收益率反弹 给红利型股带来一些压力 好的即将进入6月份了 您对于6月份的股市看法是如何 在6月份有些什么重要的关盘重点 值得投资人留意的 进入6月份市场的一大关注焦点 应该是6月中的美联储利息会议 最近的经济数据 让市场对美联储今年降息的预期增加 但究竟是9月份降息 还是年底降息观点不一 通胀与降息的问题 短期内仍会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6月份联储会议之前 最新的就业数据和CPI通胀指标 也将是投资人的关注焦点 郭先生表示 本周美股疲软 倒置跌破了50天的均线 科技工业还有医疗板块都表现不佳 NVIDIA的股价表现强劲 公司芯片的需求超过供景的情况 会持续一直到明年 而NVIDIA的股价在一拆时之后 会吸引更多投资人入场 不过因为公司的股价 现在已经很高了 因此也存在着一定 技术与政策上的风险 至于进入6月份 郭先生表示 美联储的利息会议 以及接下来的通膨数据 仍然是市场的关盘重点 投资人要持续的留意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 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中共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